我從原公司帶我去美麗養 做收入者 這個叫做訓練訓練 我妹要往妹 因為往外長輩會給到 不管是長輩或是往外 他訓練訓練 掌聲不要停 練練辦先 實質協會 他辦這個活動 有幾年我們今天請到 我們參山政行政院長 他本身他有世界的科技 他有世界觀 但是呢不僅是世界觀 他是一個科技的人才 而且呢 他就是很孝順 他有這樣二十年 照顧他 私自母親的經驗 所以這個 分享 是很不簡單的 我也敬佩他 他願意呢 從 台北千里迢迢 到我們的一個鄉鎮 彰化縣你也曉得 彰化縣是一個鄉鎮 他願意在這個地方 分享他的經驗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 大家集中力量 把這種經驗 又分享給社會更多 需要的人 可能從我們 展望開始 因為有個經驗的分享 可以讓我們知道 長輩我們可能未來 會遇到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讓我們有心理準備 所以也許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減少了一些 錯誤跟挫折 還有就是讓自己覺得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的一個 心態 所以我非常感謝能夠舉辦一個 這樣子的分享 讓所有遇到這種狀況的家庭 能夠更坦然的去面對 更舒適的走過這個地程這樣 本身爸爸媽媽年紀也大了 那我們也都很擔心 我們會不會也會有 遇到同樣的問題 所以獅子這個 也聽了很多周圍的朋友 跟我們分享 就是照顧獅子的爸爸 或者媽媽十幾年 那麼辛苦的路 也感謝張青 還有院長來這邊分享 讓我們這些家屬 在照顧父母失智的人 在路上不孤獨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人 可以來幫忙 我們聊了 我們講的 當時我們要 efforts 都是雪明的 要是… 就是… 你們還有… 是… 那麼… 地上就是所謂 自己的家屬 那麼… 那就是我… 其實她是… 我什麼時候選呢 就牠子… 我現在… 好… 謝謝你… 我喜歡… 如果你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 谢谢大家